今天继续来为大家读孙子兵法 我们今天的原文叫用而是之不用 用而是之不用和能而是之不能其实是一个意思 有一个案例啊 就白灯之为是典型的战例 刘邦去打匈奴的时候一开始节节胜利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有点志得意满 于是呢 刘邦就想发起总攻 把匈奴的老巢给端了 他派了十几波这个使臣和刺猴去刺探军情 后来回来都说匈奴人马都没了 可以攻击 然后呢又派了楼敬去 楼敬回来说不能打 那当然刘邦就会问他为什么不能打 他说两国交战啊都是双方耀武扬威的 去互相展示自己的军力才是对的 我到了匈奴看到的全是一些雷马弱兵啊 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很显然他说他们是刻意演戏给我们看的嘛 引诱我们去打他 刘邦本来战役已决啊 听到了楼敬说的话大怒 把楼敬下狱 然后说你乱我军心 等我回来之后再来收拾你 这个时候刘邦清朝而出 结果在白灯中了蚕鱼的埋伏 匈奴哪里是没人啊 有四十万大军把刘邦围得个严严实实 匈奴的马更加是真奇 东南西北四支部队 马的颜色全部同意 东边都是白色的马 西边都是黑色的马 北边都是红色的马 你要知道刘邦在登基的时候 一仗队想找一个颜色一样的白马 都找不齐 汉军被围了七天七夜 很多次突围都没有打出来 动恶交加 很多士兵的手指都被动掉了 刘邦知道自己中计了 于是呢 他就找那个负责 专门设计阴谋轨迹 间谍策反的陈平来商量 陈平设了一个计策 去行贿缠鱼的胭脂 就是匈奴的皇后 他说汉王斩白蛇起义 不是凡人有神柱 你这样打下去 对匈奴是福是货 我们不知道 但是对您肯定是货 燕之就问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说对我有货呢 这个人就跟他说 匈奴人不习惯在南方生活 你夺了汉朝的地也没什么用 跟汉朝的打仗 无非也就是图美女和钱财 汉朝的美女极多 那汉人 这个更别说了 这个钱也很多 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蝉鱼一旦有了钱 有了美女 他就跟您不亲热了 你要钱 我们直接给您就好了 别让蝉鱼得了美女 燕之这个手一听 这才是本质 老公的事业再大于我何用 关键是要老公为我所用才行 于是就开始吹枕边风 向蝉鱼去鼓吹 那个汉王神柱论 不能把事给做绝了 刘邦的光环本来就很强大 其实光环也就是权力 蝉鱼自己也很不踏实 他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再加上原来约好的两路盟军 也没有安时赶到 他担心是不是已经被刘邦给策反了 要说可能性很大 毕竟他老婆都被策反了 于是蝉鱼就决定 见好就收 我们一和 收钱 让开条路 放刘邦回去 可见计策都很简单 根本用不了什么三十六级 有三级六级就够用了 但是执行很重要 演戏的人要挠到对方的仰处 那看戏的人就好像是 你看足球比赛法点球 守门员看那个射门的那个人 不管他是什么假动作 反正你不是射左边 就是射右边嘛 这就是你能做出的判断 至于这回是左是右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只有球出来 你才有可能清楚 所以这回中计 不等于下回不中同样的计 匈奴的雷马若宾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装的 就像射门你不是左就是右 刘邦的综合判断认为是真的 那不能说明他重计 只是基于当下的场景 他做出来的判断 如果使臣看到的是兵强马撞 他反而认为是装的 他还是要打呀 至于胭脂和缠鱼的决策 那更是理性的选择 你也不能说缠鱼上了刘邦的当 刘邦有一个好处 他回军之后就把楼俊给放出来了 并且封了喉 这是勇于承担错误 但是他把前面说匈奴可以打的 这十几个使臣全给斩了 说没有承担自己的决策责任 关于自己是否应该承担决策的责任 曾国藩有过总结 他说我是决策者 决策的责任在我不在幕僚 万事的结果其实也都说不定 不能简单的以结果来去看 更不能去怪幕僚 他在日记当中为自己检讨 检讨自己就说 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我听了谁的话 把这个事给办糟了 下次我看到他的时候 脸上难免会有些难看 这是我的问题 我要注意 成败无定 领导者要负自己的决策责任 刘邦从白登回军 就把劝劝 劝劝他不能打的那个楼镜 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 还封了喉了 这一点他比袁绍要强 关渡之战前 田丰曾经也劝劝过 叫以守不一战 袁绍说你乱我军心 我把你下狱得胜回来 再来处置你 你看他跟刘邦说的一模一样 后来袁绍果然战败 消息传来 玉丽就跟田丰说 这个田大田大人 这回你们没事了 田丰说你不了解主公 他如果是得胜了一高兴 就不跟我计较了 他如果战败了 肯定不好意思见我 那杀我就是不再面对我的一个方法 袁绍果然 叫乌田丰 叫幸灾乐祸 然后杀了他 刘邦自然非袁绍可比 但是刘邦斩杀了十几个告诉他 匈奴可击的使者 其实他也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决策责任 他把责任推给了那十几个幕僚 曾国藩专门说 领导者要承担决策的责任问题 因为成败无定 不光是定计的问题 这个我们刚刚说过 汉朝的朝错 其实也建议薛藩 结果六国叛乱 要诸朝错 清军策 景帝慌忙之间就把朝错给杀了 吴王照样反了 后来景帝顺利了 学藩成功了 明朝的齐太 黄子成也建议建文帝学藩 燕王朱帝反了 也是要求朱齐皇 建文帝也是没办法把齐皇二人给杀了 燕王当然也不会受兵 最后燕王成功了 建文帝学藩失败了 清朝的米思汉 也建议康熙帝学藩 吴三贵也反了 康熙帝没有朱米思汉 最后平定了吴三贵 学藩成功了 你看这三件事 背景形式其实都差不多 处理起来各有参差不一样 结果自然也就不同 所以楚大是绝大一做决定 要孰是孰非 就不要拘于以往的成败的经验 不要迁就一时的厉害 更不要归罪于谋臣 还有两个案例 可以和大家分享 唐朝末年 唐昭宗 奋于皇室不尊 异徒讨伐军法礼貌真 也就是平时那些皇亲国戚 对自己没有行天子之礼 不尊重他 于是开始讨伐军法礼貌真 要宰相杜能主兵 要宰相杜能去带兵打仗 杜能苦见 我绝对不能带兵打仗 我也不适合带兵打仗 说他日我受朝措之诛 也不能迷六国之祸 我以后就算跟朝措一样被清军策了 我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昭宗不允 不大允许这个事 结果战事一开 朝廷打不过李茂贞 李茂贞就上表 请杜能 杜能就跟昭宗说 我可是有言在先的 昭宗这个时候没有了英雄 欺开 只能哭鼻子说 与清决意 我跟你决别了 于是就先下诏 来贬杜能为五周四十 然后赐他自尽 所以杜能比朝措齐太 黄子晨都远 事先说过了 可是还是被杀 曾国藩骂唐朝宗 强迫杜能在前 又翻脸诸杜能在后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 真正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所作所为 当然曾国藩也检讨自己 他说我在带兵打仗的时候 有人听了个幕僚的计策 然后输了 我并没有归罪于他 但是见面的时候 难免自己的脸色会不大好看 这还是我不懂道理 修为还不够 不忘记我们的博物 谢谢观看